善恶果报 为人自招 学佛要越学越精进 修心要越修心越明 做人要越做越像人 境界要越修越像菩萨 你们一定要围绕着这些去做 而且越修境界越高 修到一定程度 各种各样的境界都会显前 要能稳住自己 要能克制自己 不被境界所转 精进修行 什么是福气 一个人的福是修来的 一个人要懂得知福 要懂得惜福 什么叫知福 其实每个人本身都是有福气的 而你怎么样使它延续下去呢 同样每个人的身上都具有他本身的福气 那么为什么你会有福气而他没有呢 每个人的福气是根据他的修为所产生的结果 就像土地一样 你在土地里种什么 它就长什么 你种下不好的因 它长出来的就是不好的果 如果你种下去的是一颗好的西瓜籽 它长出来的就是一颗好西瓜苗 将来接的就是一个好西瓜 如果你种下去的是一颗不好的西瓜籽 它将来接的一定是一个不好的西瓜 所以土地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说 人的本身的福气都是有的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有福气 而有的人没有福气呢 是因为他的业障太大 把他自己的福气遮盖住了 为什么有些人有福气呢 是因为他一直不停地在做善事 做功德 做好事 所以他的福气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不要怪人家有没有福气 实际上 祸福都是自己造成的 师父今天给大家从几个方面来讲 善恶种子的成熟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善的种子 也有恶的种子 善的种子和恶的种子 犹如人体的细胞一样 有好的 也有坏的 癌细胞 它在人身体里取决于一个平衡点 因为善恶种子的成熟 加快了它的源 比如 你在恶的种子上 不停地浇水 施肥 这个恶的种子就长得很快 就像你身上有癌细胞 如果你整天抽烟 喝酒 做坏事 你的癌细胞就比正常人的饿得快 如果你在坏的种子上面 不停地浇水施肥 那你得到的就是恶爆 如果你在善良的种子上面 不停浇水施肥 那你得到的就是善爆 对不对 饿的种子和善良的种子 是要看播种的人 如果你不做坏事 你饿的种子就不会动的 就像冬眠一样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我这个人在钱上 罪过不了关 那么我就不去看钱 不去碰钱 他就冬眠了 你这个饿的种子 就不会发芽了 如果这个人最好色 就不要去看女人或男人 尽量不要去看 不要去接触 如果看了心里一动 你这个饿的种子 就等于你在给它浇水施肥了 大家明白吗 大家一定要把自己身上的习气去掉 也就是说 不要增长恶缘 多播种善缘 这点很重要的 和尚为什么要到山上去修呢 就是为了避开一些人间的烦恼 不要看到人间的烦人 所以许多庙里 把烦人又称为烦人 你们想一想 一个很好的庙 大家都在里面 天天修心 念经 沉中目骨 就是因为这些烦人 到了庙里之后 传话 说三道四 今天说这个法师 讲什么什么了 明天讲那个法师 讲什么什么了 讲来讲去 最后把人家的庙 搞得无奇八糟的 实际上 这就是一种业障 为什么要到山上去修心呢 就是怕这些烦人烦呢 从早上烦到晚上 到了晚上 才能得一点点清静 睡到床上的时候 才感到菩萨在身边 所以要记住 有缘的种子 要等到缘分的到来 才会发芽 如果是好的种子 等到它缘分到来的时候 它才会成熟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小时候喜欢偷东西 现在你一直避开 控制自己不去偷东西 这个恶的种子 虽然在你的身体里 但是它不发芽 不长大 就像没有一样 如果你纠集到一帮坏朋友 他们都很喜欢偷东西 那么你小时候的坏习惯 在他们的身上 得到了磁场 这个恶缘就成熟了 你就会和他们 一起去偷东西了 所以我们不要做坏事 不要去碰那些不好的缘分 如贪嗔吃 去偷 去抢等等 如果我们能去抵制它的话 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加速 善缘的成熟 因为你们没有恶的缘 你的善缘 就会越来越快的成熟 为什么有的人 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不灵呢 因为他身上 有很多的恶缘 没有消掉 所以他求菩萨 就不灵 如果他的恶缘 越来越少了 他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磕头 一求就灵了 就说明 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 菩萨一看 就会帮助了 对不对 反之 如果你善缘很少 没有做很多好事 善事 没有去做功德 是不是加速了 恶缘的形成呢 比如 医生说 让你晚上早睡 白天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不听医生的话 而且晚上睡得很晚 那你这个坏习惯 时间一长 是不是加速了 你身体的健康变坏 师父虽然不懂什么医学 但是 师父是在 给你们讲道理听 就像有些产品 它就是激活你身上的 一些细胞 激活你身上 那些原始的细胞 而这些细胞 应该是等到 你要用的时候 才用的 讲不好听的 就是等于 仓库里的一些 储存和积蓄 你不该用的时候 你提早拿出来用了 有时作用 会适得其反 举个简单的例子 吸鸦片就是这样 人为什么吸了鸦片之后 跑到台上去 会精神倍增呢 为什么会在台上 像发疯一样的 又唱又跳的呢 因为他们一个人在台上 怕没有激情 他们要像发疯一样的 才能唤起那么多人 对他的精神 同样 让那么多的人 也像他一样发疯 这叫感染力 他依靠着 这些毒品 使他兴奋 而毒品的效果一过去 人马上就像瘫掉一样 因为他用了 自身的能量体 和他的储存积蓄 犹如师父在开法会的时候 师父给人家 讲解得很开心 讲得很有劲 等到大会一结束 人就想坐下来休息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思想集中的时候 实际上 你动用了 你自己的储存 你们能明白 师父讲这些话 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人 善种和恶种都有 你要把恶种灭掉 不要去动它 而把善良的种子 要不停地 用水去浇灌 你才能让善良的种子 越长越大 才能克制 自己的恶习和恶种 脑子里善良的东西越多 恶念就会越少 同样 脑子里恶念越多 善良的东西就越少 有些营养品 就是刺激你的某个部位 让你把它刺激起来 但是 可以刺激一些好的细胞 也可以刺激一些不好的细胞 这样反而造成了 你的生理不平衡 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怪病来 所以人最要紧的 是要调节自己的平衡 人最要紧的 就是要有心理的平衡点 而这个平衡点 就在你的心里 学佛就是学平衡 想得通就是平衡 你想不通 就是心里不平衡 对不对 师父给大家讲 善恶种子的成熟 还在因果 因为种子在的话 因果一定在 也就是 你身体上 有恶种 善种 有恶因和善因 能明白吗 如果给善种子的水分 和养料多 那么这善种子 就会长得快 如果你给恶种子的水分 和养料多 那么恶种子 就会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之后 就变成了灾难 因为恶果 长到一定的时候 它一定会形成一个灾难 比如 你开始时是生气 生气之后 心里就不平衡了 就会产生愤怒 产生愤怒之后 慢慢地 就变成仇恨 变成仇恨之后 就慢慢地 变成报复 变成报复之后 就必须要有行为 这个时候 就是造成你的灾难 这就是 为什么世界上 有那么多国家 天天打仗 永远打仗 因为它仇恨的种子 一直种在 它这个国家里 它们的孩子 从小生出来 就知道仇恨 我们学佛 就是不要把恶因激活 让它维持 这样 对人体造成的危害 是极少的 如果一个人 身体上 一点点不好的细胞都没有 这个人 这个人 就没有免疫力 就像我们 在澳洲时间待得久了 去其他国家旅游后 就容易上风感冒 那么像非洲国家 卫生条件很差 生活的时间长了 他们为什么不容易生病呢 因为我们太干净了 就没有免疫力了 所以在人体当中 可以产生一些不好的细胞 就是恶因 只要你是人 它一定会有的 但是 你一定要把晒因 盖过恶因 这样 你才能产生 真正的平衡点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都会烧菜 如果你们烧一道糖醋菜 如果你们不放盐 它甜的味道就特别怪 你们烧糖醋的东西 必须放盐 然后再放糖 再放醋 那个时候 它的味道 就跟你单单放糖醋的味道 是不一样的 就像一个人的手臂一样 伸出去 必须要拉回来 你拉回来的目的是 为了伸出去 如果不拉回来 你是伸不出去的 对不对 你今天有恶的因 你把它抵制了 你善良的东西 就出去了 如果你不把恶的东西 拉回来 正的东西 就出不去 恶的东西 要控制 要改正 并不是教你们 把它搞得很大 不是让你们 浇水和施肥的 而是要制止它 抵制 克制它 恶重恶果 善重善果 所以恶果善果 就是祸福无门四个字 祸福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你 为人自招 祸是你自己招来的 福气也是你自己招来的 你今天的不好 是你自己招来的 你今天的好 也是你自己修来的 你今天的痛苦 是你自己长时间 重的恶因 你长时间的不好 你长时间的恨人家 就造成了 你的心脏出毛病 最后 造成你的死亡 所以 我们学佛 要懂得因果 因果两个字 师父给你们讲上一辈子 也讲不完 因果 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课题 也是佛菩萨 教给我们的 一个最大的责任 因为你在人间 你必须要让 每一个人 都懂得因果定律 师父现在 到处弘法 实际上 就是告诉大家 因果两个字 我们学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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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